中国民主化依然是个遥远的梦想 一百多年前的愿望 今天还仍在远方 中国不幸 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年绵延的帝制 但却又引进了共产病毒 加持日本入侵 共产党夺取了政权 从此中国进入历史的黑暗时代 矛死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 又让人看到了一丝曙光 但三十年河东 四十年河西 今天的中国又再次踏上了 腥风血雨的极权暴政之路 中国民主转型 路在何方呢 前中央党校教授 彩霞女士在文章《非暴力抗争》与中国政治的和平转型中指出 《非暴力抗争》是必有之路 他说 《非暴力抗争》的创立者是领导印度赢得民族独立的圣雄干地 《非暴力抗争》的创立者是非暴力的创立者 同样《非暴力抗争》正在成为中国民众反对极权统治最基本 《非暴力抗争》的创立者也是最重要的抗争方式 并且日益显现出他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比如彭丽发先生在北京四通桥上的英勇会 又比如南京传媒大学李康梦 无言而坚定的举起了第一张白纸 迅速蔓延至全中国各地 短短几天就传遍世界 《非暴力抗争》不仅是我们当下反对极权国家最重要的抗争方式 而且对中国未来能不能和平实现中国政治转型 并取得民族的巩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非暴力原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理念 一、为什么要非暴力抗争 非暴力抗争是普通民众可以加入的日常生活中可行的基本方式 它具有现实性、广泛性、非暴力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 对老百姓来说它很容易接受、容易运用、容易传开 而对极权统统治者来说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 而难于事先的防御 比如说在东欧当时反抗这个暴政 反抗独裁者 他们就把总统搞了一个圆筒 里面可以捐款了 也可以用那个锤子敲 所以这样一来呢 很多人路过的人都敲一下 发现心中的不满 这个政府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像白子其实也是一样 你像白子什么都没有 你警察怎么抓他呢 其次在这个前不久的圣诞节 港恩节在上海也是层出不穷 有的化妆层、孔子 也有的人穿着大白的衣服 把中共那种丑形都给暴露出来 所以你说他是娱乐吧 他也是娱乐 但他实际上是如果用理论说啊 他是叫自困行动 就让你陷入政府两难之中 你总不能说啊 你把大白人家穿这个防化防范服 你把人家抓起来啊 但是谁都明白他的意思 因此啊 非暴力抗争越来越深入人心和民间 我们今天开展非暴力抗争的目标 就是结束中共的极权统治 真的人权保障 真的公民权利 在这个目标下 可以进民间各种力量的团结联合 不仅必要 而且也不会那么难 但是如果用今天明天后天 来比喻中国政治转型的整个历史过程的话 那么非暴力抗争 是我们在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非暴力抗争呢 是我们今天唯一的选择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枪 也不仅是因为 这是一个道德理念的要求 他还是我们为走向明天 推动宪政民主过程的需要 同样是我们的后天 在和平化解 民主转型中 各种复杂问题的基础上 最终实现民主巩固的需要 你看蔡老师的话就很深刻 这个非暴力抗争呢 它涉及到今天明天和后天 为什么俄罗斯 这个1991年苏联解体 俄罗斯成为一个宪法国家 但今天又去侵略乌克兰 为什么原因是他的明天和后天出了问题 他有了一部宪法 也结束了中这个共产党集权暴政 但是他的社会转型没有完成 所以最终啊会功亏以为 所以啊非暴力抗争啊 这个是今天也是明天 也是为了现民主巩固的后天 因为啊极权专制的坍塌 不等于宪政民主自然的实现 明天我们还面临专制国家垮台后 清理废墟垃圾 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 这可能比推翻极权暴政更困难 当未来中国进入后中共时期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不同的地区不同民族的人 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 那时我们面对矛盾分歧的复杂程度 啊这个也是空前的 超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那时我们怎么办 怎么化解 怎么合作 或者说啊 或许和平理性沟通协商 才是解决当下呀最有效的办法 由此啊站在明天的角度看今天 我们今天坚持非暴力抗争行动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选择 也不仅仅是抗争的策略选择 而是我们要始终一贯坚持的基本理念和行动原则 这就是说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我们的儿女 神我们的后代 根本的利益 明天我们也要坚持非暴力抗争 如果说今天我们坚持了非暴力抗争 是为了反对极权专制暴政 那么明天我们坚持非暴力抗争 是为了反对多数暴政 为每个人的人权保障 为实现每个公民的权利而斗争 说到啊多数暴政 可能各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民主啊 他有他的优势 因为民主简单的说 就是多数人说了算 少数服从多数 但是呢 如果多数人 他做出的这一种决策 制定的法律 是一种错误的 甚至呢 他会剥夺少数人的权利 这就形成了一种多数人的暴政 所以蔡老师提出了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在今天明天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 始终坚持理性思考 学会以自由民主法治理念 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能为后天民主的巩固 打下良好的坚实的基础 使未来中共啊 这个中国宪政民主的进程 不至于像一百年前一样 被一系列事件 事变所打的 在一百年前 这个清朝崩溃以后 中华民国建立 但是这个过程中 又出现在白阳军法 白阳军法呢 这个袁世凯复辟 张勋复辟啊 最后导致神中山啊 蔡娥白北伐 啊 同时呢 又进入到北洋政府这一种执政的过程 啊 尽管呢 这一些军阀 现在来看啊 还是像吴佩孚啊 像黎元宏啊 啊 等等 我们可能给予不同 跟中共教科书的评价 但中国的宪政 就是在坎坎坷坷之中 最终呢 在中共这一种崛起的基础上 整个过程被打断了 所以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而中国政治转型为何这样艰难 我们需要坚持非暴力抗争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始终啊 摆脱不了一个问题的纠问 或者说我们必须回答 那就是如何面对暴力 换句话说 暴力现象在中国政治转型中 各个阶段啊 它都会出现 你回避不了 你不能说我要求非暴力抗争 这个暴力它肯定不会出现 而事实是暴力肯定会出现 今天我们谈论坚持非暴力抗争 都知道印度的甘地 美国的马丁路德金 是非暴力抗争的典范和英雄 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典范 成为榜样 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他们反对的那个强势的力量 是由人道文明的最后底线 并没有杀害他们的生命 而反观中共被中共杀害的林昭 娱乐客 刘晓波的1989 六四 天安门 广场上的大学生 有哪一位采取了暴力行动 没有 但他们都被极权统治的当局 夺取了生命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印度非暴力抗争 它对应的是谁呢 是殖民者英国政府 而英国政府呢 在大宪章之后 在英国革命之后 它实际上啊 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并且还是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 美国更是一个民族建国的国家 马丁路德金 反抗种族隔离 要求平权 就是平等权利 但是也是遭到了啊 这个警察之前啊 就是暴力的镇压 但是呢 美国政府 它是一个民族的点 所以它跟中共 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所以啊 我们知道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毫无人道文明底线 世界上最残暴 最野蛮的邪恶力量 因此当极权暴政的屠刀 高高举起 坚持非暴力原则 并不等于取消了民众 反抗屠杀 而展开自卫行动的权力 前些天呢 啊 这个贵州城 这个苗族民众啊 这个臣民的行动 就很很有意思 简单说了 就是一位苗族的 这个老大爷去世了 在外地去世 尸体火化 然后把骨灰带回来 在就地安葬 但是呢 当地政府不同意 因为说了 你必须要埋到公墓里去 否则这公墓没生意啊 甚至派出了 这个特警 去抢老人的骨灰 这一下呀 可就太缺德了 激怒了苗族的民众 于是他们奋力的反抗 最后居然啊 还把这些特警的活捉了 这特警的囚牢 哎呀 囚牢 有的腿呀 可能也打断了 哎呀 所以说了 蔡老师问的问题是 我们面对这种 毫无底线的极权暴政 坚持非暴力抗争的处境 会更加的严酷 更加的艰难 所以坚持非暴力抗争呢 需要更坚定的理念 更大的勇气 更多的智慧 更长期的任性的努力 要团结更多的人一起行动 三 中共突然垮台 中国会不会乱 客观说乱 就看你怎么去解释了啊 应该说肯定会有一阵子的混乱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说 中国一旦社会秩序崩溃 中国的难民肯定有大量的难民 就会拥向邻国 甚至呢 漂洋过海 去欧洲 美洲 世界啊 将会面临一个中国难民潮 从国内来说呢 中共几十年作恶 在社会埋下了深深的仇恨 当统治崩溃 长期积压的仇恨呢 它就会爆发出来 人们的复仇的这种愿望 很自然的会转化为 本能的暴力杀戮行为 那时呢 中国民众又将转入啊 一种血腥的动荡之中 因为中国没有法治文化传统 又没有全民性的宗教的引导 没有超越世俗政治的 具有全民信服力 这种领袖人物来有效的引导 因此啊 担心中国乱很正常 其实还有啊 这个蔡老师可能没提到 就是啊 中国啊 毕竟经历了两千多年的这种专制 啊 并且呢 中国的儒家文化 其实啊 也是强调 父父啊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这么一种秩序 同时呢 中国的所谓的法家文化 所谓的法的传统 其实就是商鞅之法 李思之法 韩非之法 也就是说呢 就是啊 什么三 三清三重啊 自乱是要用重点 严格的说 就是言行俊法 啊 统治者 也要超越法律的权力 而老百姓是被镇压 是一种啊 为社会被奴役的对象 所以两千年来 中国为什么暴力不断 农民起义不断 每一次农民起义 建立一个新政权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人口啊 就会大量的丧失 所以说中国是具有暴力啊 这么一种传统 一个朝代推翻 用暴力推翻 另一个朝代 后一个朝代又推翻 前一个朝代 导致森林涂汰 文化呀 被断裂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取 这个教训 但是呢 无论中国是否会出现乱 即使出现短暂的混乱 但也绝不是啊 维护极权政权 继续统治的理由 相反呢 正需要我们坚持非暴力原则 反对暴力杀戮 也就是努力运用法治的力量 一方面将祸害人民的 极权统治集团 犯罪者诉诸法律 依法审判 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另一方面 也需要团结 集权体制内外 一切希望中国和平转型的人 加强联合和协助 努力维持啊 经济社会运行的正常秩序 尽可能减少暴力行为 降低社会动荡的程度 努力而减少中国政治转型的社会代价 只有这样啊 中国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才可能帮助中国啊 能有效的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 其实在这个转型中啊 最根本的是要防止用极权思维反极权 从大陆到海外的中国人 从小到大都接受是极权国家的学校教育 极权意识形态 惯须贯穿鱼 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 不可否认极权意识形态和极权思维 跟我们每个人呢 都打上了深深的烙意 这一点说的特别好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啊来到了西方 来到了美国 也见过很多啊 这种同道啊 民主人士 但是呢 我们却深深的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他们的言行中啊 似乎有一个毛泽东 还有一个习近平 毛泽东的那种斗争思维 能不犯我 我不犯能 能若犯我 我必犯能 这种东西呢 他很牢固 实际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而习近平那一种狂妄 那一种土豪式的那一种思维 我现在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了 我现在要平等 我现在要引领世界 所以啊 他那一种狂妄啊 其实在很多民运人士的身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 甚至啊 就是 我觉得就是 体现出一种 独裁的一种特征 所以这是很奇妙的 也就是追求民主的人 他的身上往往有独裁的特征 这个很有意思 蔡老师接着说啊 比如中共给人从小到大灌输 仇恨教育 用仇恨的意思 毒害人心 仇恨心理 会使人更加的冷酷无情 难以培养出啊 善良仁慈的共情能力 与同理心 甚至呢 由仇恨意识啊 支撑反能道 反能性的恶魔心理 比如面对啊 一些啊 911啊 类似的反人类的恐怖主义 还有哈马斯啊 袭击 以色列啊 绑架人质 恐怖行为 中国人呢 很有不少的人 竟然欢呼叫好 一旦仇恨意识 支配心灵 或者遇事 便一路一报啊 动辄口出恶言 无惠诚信 居然成了口头禅 或者对不同意见 恶语相向 或者不讨论观点 而装功绩人声 这些现象 在海外社交平台 可谓屡见不鲜 我们再想一想啊 这个1月19号发生的 中国的粉红啊 为了录制去冲玩 跟英国钢琴家 陆队的事件 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 战狼的影子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那么一种狂妄 那么一种暴力的影子呢 极权统治者啊 强化自秦以来 帝王大一统的意思 确实有一部分人啊 中毒甚深 这一点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很多民族人士 啊就是大一统的思维 是非常的根深蒂固 啊我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呢 他们往往就是说 啊这个少数民族 比如新疆不能分立 西藏不能分立 啊分立怎么样 其实啊大一统 还不仅仅是分立的问题 大一统是中国民族转型 最大的障碍 大家知道民族是什么 自由是什么 啊民族多数人说了算 啊他肯定有不同的声音 自由就是我们要尊重别人 啊要跟人家和平相处 人家也有人家的言论宗教 啊和行为的自由 所以这个大一统啊 他是要统一到一个意志中来 这是中国宪政转型最大的障碍 大家要知道什么叫宪政 简单一句话 分权自衡 如果你是大一统的意思 这个啊这个坎很难的过过去 啊所以很难理性平和的处理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 不同地方民众 各有不同的愿望 诉求的问题 只有自觉清出 大一统的思想 充分尊重保护每一个个人的权利 首先是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才能清醒的做到 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能 极所不欲 勿施于能 不被极权统治利害 利用来伤害不同族群的民众 揭露他们以维护国家统一为民意 实时变相的种族灭绝 残酷迫害不同族群民众的罪行和谎言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